太上老君手里边拿的到底是扇子还是扶尘 是扶尘 这种东西在民间虽然很常见 但并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 18年 辽宁锦州六厂附近有个聋亚人 姓高 男的五十多岁 秃顶 我跟他交流的时候 都是拿着笔在纸上写字互相交流 当时一个老大哥带我去他家 他们家门上就倒挂着一把扶尘 然后我当时也在纸上写 为啥挂扶尘 倒挂 他当时回了四个字 不挂就发烧 听着好像挺搞笑 扶尘这个东西是舶来品 据说是从古印度 在汉代那个时候传过来的 一开始是用来驱赶蚊虫用的 后来道家用的比较多 毕竟高人都在山里边住 山里边蚊虫多 又不忍心一巴生拍死了 所以就用扶尘来驱赶 当然这都是正统用法 扶尘那个头上 一般不是马尾就是不条 当然了 经过后来江湖高人 演变出了很多不同的用法 其中最邪乎的就是主尾 以后你们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他是正卦还是道卦 江湖上老先生们有一句话 叫不识浮沉颠倒颠 白白受苦走人间 如果你有什么离奇古外经历 我帮你讲出来